今天请来美丫妈妈杨思琦 今年她作出新尝试挑战自己 由演员变成歌手 还自知推出了自己第一首作品 到底为什么启发她有这个决定呢 马上问问她 很久没见的思琦妹 你好吗 Hello Derby 我亲爱的Derby 你好吗 她真的很久没见的 其实有遇见过的 我们在外面有时候去看舞台剧的时候都见到 通常都见到你带着女儿 带着妈妈一起去看舞台剧 或者另外有一些活动 冲冲忙忙的见到 今天可以坐下聊聊天 发觉思琦妹最近又有新剪作 是的 最近出了一首新的单曲 叫做爱的森林 为什么突然会有这个想法唱歌 其实去年就出了第一本的个人写新集 结束了 结束后我就在想 新的一年 譬如2019年有什么是很想做 而有自己暂时还没做的呢 我脑里面立刻浮现了 不如出一首关于自己的歌吧 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唱歌 所以就用了大约六个月的时间 去准备你身边的那首 是的 《爱的森林》 是的 但是因为唱歌 以前就会听过你唱 都是娱哥多一些 娱哥或者电视剧的主题曲 是的 但是为什么突然有一个想法 要写一首歌关于自己 或者将一些自己的心声放在歌里面 嗯 我想是喜欢唱歌 如果唱一些什么的题材呢 自己又会想 不如是讲情歌吧 情歌如果跟自己没关系 唱出来又不是 好像很有关系 所以我又想跟自己切身有关系 连细感会强一点 好像我在唱歌 讲一些故事给大家去听 但是这个心态会不会跟以前唱歌不同 以前可能都是唱公司的出力曲 或者娱哥 都是跟公司有关系 但是突然之间现在跳出去 是唱一首关于你自己的歌 或者是属于你自己的歌 感觉很特别 而且会很有新鲜感 就是跟以往说在公司唱一些疑歌 完全是很不同的 因为投入去 用六个月的时间就做了这个歌 我连demo的曲子都是自己选的 是的 就是那时候有好几个不同的曲子 但是我一听到现在现成的 《爱的森林》 我听了一次 我就可以选到它出来 就是喜欢它 是的 因为它chorus的部分是很容易记的 还有听完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它在怒里面 整天都连着 就是会重新鲜的曲子 所以我就选了它 不如退前一点 当你一想着 我现在找一首歌给自己 那你是怎样呢 你是不是去找人帮你做这首歌 你怎样去开始这件事呢 其实就是默认一些团队 刚好身边有一些好朋友 他们又认识一些音乐的 很专业的 音乐人 对 音乐人 所以跟他们说 我有这样的想法去做 他们说 可以试一下 尤其是以往大家 可能是看到一个拍剧 没有亲身去做一首歌 可能会有突破 还有新鲜感 他们觉得 所以大家的鼓励下 又问一下朋友的意见 怎样去做一首歌 慢慢慢慢 一步一步 将它实现了 有了旋律之后 接着就 就是歌词了 填词部分 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有很多想说的东西 是的 这个很重要 我们幸好可以找到 金像掌最佳的填词人 陈森瑶 我就告诉他 想说一下自己的感情观 人生经历 跟他沟通过之后 他又会给予很多不同的版本 就是大家再修改 再给予意见沟通 最终现在这个版本 就是很满意 是的 你有没有说很多 你自己的爱情的经历 要不要挖心底里面 其实也不需要 主要点就是 我仍然是相信爱情 还有其实对于自己的爱情 我都是无悔的 抱有乐观的态度 就是想是正面的歌 除了自己有一些这样的经历 可能身边有很多朋友 都差不多有这样的经历 而希望听到这首歌会有共鸣 有些鼓励性 因为我想很多 尤其是传媒朋友 都会可能对你的感情生活有兴趣 都会问到这些东西 就是跟你入行 拍拖 接着你一些的选择上高 都会问到你感情上高的问题 是的 因为我们艺人是透明度很高的 我们做些什么都会留意到 无论工作或者感情 它们一样会是用一个放大镜 放到很大的 但是你介不介意呢 你会不会觉得 这些东西会影响到你 可能不认识朋友 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的 但是我们真的很被动 就是 被人去讨论 但不是我们很想的 不过我们的职业 好像附带了一些 你们来讨论我了 变成一个好像 就是 要牺牲 你觉得不觉得要牺牲 要不要牺牲 算不算牺牲 我想 如果是艺人的话 自己私人生活的部分 我想你都有同感 都是会有一些牺牲的 还有 除了是这样 就是牺牲陪家人的时间 因为大时大截 我们永远都是在做节目 或者是飞去其他地方 去接一些工作 会少了陪家人 所以有了小朋友之后 会不会 因为我想一定 小朋友在你心目中 放得很高的位置 会不会在你选择工作上高 或者你在 看人生上高 都会有不同呢 跟以前 人生上其实有了小朋友是很不同的 以往就是为自己打拼 无论是拍剧或是做事 都是以自己出发点为先 但现在是家人 我的宝宝 就是想了他们多方面的先 而之后那一步才想到我的 反而是 还有尤其是我想当女女 比较小一点的时候 可能那个 就是你还要更加关注她 照顾 还有给到关注度 是要更加高的 现在她七岁了 所以我自由度都开始高翻了 又可以自己做自己喜欢的 不惊不过意这么大 我上次遇到她 但是大过了很多 有小朋友在身边 就觉得特别快 就是时间觉得 很多人都会觉得 做妈妈其实都是一个 一个学习的过程 是啊 就是你是一直 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 有小朋友其实自己 可能都未ready做妈妈的 那当你照顾小朋友 都是每一步一步地 学习怎样去照顾小朋友 又去怎样去想 怎样去 就是怎样去养大一个小朋友 是啊 都经过是做新手妈妈的过程 幸好的就是 我身边有 我的妈妈有教我 是 是 是 怎样去 take care 小朋友 要注意些什么 饮食上面是怎样 就是会有个很亲密的人 循旁地去引导和教我 是 那会觉得容易 就好一点 是 很容易就走过这些日子 听到你女儿是你的头号粉丝 没错 这个碟 就是它由 未有产生了这个歌出来 听一些demo 或者是 再有曲自己在家里朗读 然后就去录 录了一个弱的版本 回来它经常听 在家里天天播 变成小朋友的歌 是 它每次听到妈妈这首歌的前奏 或者是某个部分 它都说 啊 妈妈这首歌啊 是 很兴奋 很兴奋啊 还有他在学校教他用普通话上堂的 教个爱字 他说 爱 妈妈 你知道我今天学了爱这个字 你的哥哥要爱你新年了 就是他会连续到 马上连续到妈妈的新歌 是这样的 然后你老师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是 但他自己好像变成了他的一部分 他很投入 很投入 就是当他是第一生 是 我听问是否 你家里练歌 你经常都是跟他洗澡的时候练过 是否真的有件事 没错啊 是否所有人都知道 不是 我看到报道是这样写的 是 是 是 你有时候跟他练歌 有些传媒朋友 有时都会问 你们有什么时间 亲子又可以一起 有些折取相投的事情做 我就很直接地告诉他们 其实洗澡的时候 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时间 又唱他喜欢的歌 我唱我自己的歌 上次他刚刚正宗基有一个节奏去表演 他是其中一个小朋友 是 因为他有很多合唱团 是 合唱团 他又各自在练习他的歌 而我刚刚准备了我的新歌 所以我觉得这个场面很有趣 是 因为女儿又要准备表演 妈妈要准备表演 又会这么巧 在这个浴室里面应该是这个 音效最好的很大的 幸好没有被人投诉 很大回音的地方 在一起 又可以跟亲子活动 又可以跟他一起建立一些感情 又可以一起练歌 很好 其实我很多关于这首歌 都想问施琪梅的 不如在这里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继续跟施琪梅聊聊天 继续问一下他 我听闻 这个都是你有份投资的 为什么你有这个想法 做歌之余 还是这么冒险要投资 稍后回来问施琪梅 我们下期见 欢迎来 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